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4日 好了 讲黄色经济圈 一讲,就是黄标 唉,真的 黄标会写在topic 那大家帮忙看一下裡面的广告 点击一下它 那今次就得到这个中联版的12面金牌 其实这些不是精致牌坊来的 那中联版说什么呢? 他就说,黄色经济圈是政治揽炒 反对派人为制造社会撕裂 其实他不是很应该欢迎这些黄色经济圈的吗? 为什么? 完全和平、合情、合理、合法的杯葛方法 对不对? 我完全不帮衬你,就这么简单 但是没有破坏社会安宁 大家很开心地在这里吃饭 有空就写一下东西 和平的 完全是和平的经济活动 为什么他都会反对呢? 就等于连农场都是非常和平的活动 为什么他又会反对呢? 你想不明白,对不对? 香港人什么时候是没有了这个言论自由的? 很特别 Where's our freedom of speech? 我们的言论自由突然间去了哪? 好笑了 最低度的一种表态的行为 他都需要去打压的 代表着什么? 这些就是作冊心虚 作冊是必然心虚的 所以他又必然打压你的 所以很有趣的 这件事 没有的,他说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就继续做 如果他跳出来说很介意的 哦,原来你介意,OK 即是他不介意,他不介意这样 然后你又踩下他的脚 然后又踩下他的脚 哇,你干嘛? 没有啊,你不是不介意的吗? 即是等于以前老夫子呢 老夫子,老夫子 对了,那老夫子说什么呢? 就是老脚各样的不小心打 打烂了一只茶杯 然后呢,老夫子就 不要紧,cheap东西而已 cheap东西而已 然后老脚就说 哦,是呀,cheap东西啊? 哎呀,挺哼唱我的声音 然后呢,又打烂多只 然后又打烂多只 然后呢,连茶煲都打烂了 然后老夫子又把老脚扔了出街了 喂,你不是说不介意的吗? 那所以那些呢,一贯的作风啊 啊,撕破他的脸皮啊 就是这帮小子全部都骗徒来的 骗徒无处不在 那所以呢,对付骗徒最好的方法就是 讲真话,行实事 途操当的教你了 不因虚名而处实和啊 实和的意思是什么呀? 你就不要做些太极端的东西 因为成本太高了嘛,对不对? 那步步尽必用一些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法 那有些人可能很不喜欢这些手法啦 就是觉得太和希腊 抗争不是这样的,各样的 这么说啦 就是,没办法啊,老啦 你来啦 就是我们打后勤打后勤 就不好意思啦 自私一点都要这么说 我至少自己做不到 我不会叫人去做 就这么简单的 大家先认了巢先认了巢先 那不是你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那怎么呢? 有些什么新的东西你可以提议出来啊 对不对? 那我看不到 那我就做一些 你们认为没什么用的东西咯 那可能不知道的 有些东西就叫做培育 培育啊 就是,你是要有那个土壤在这里咯 那那棵树才能成长到 那我们就只不过是做挫泥的工作而已 如果它真的成长到的 那不是好事啊 就这么简单 如果连挫泥的工作都不做的时候 那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的 你不是每个人都在前线的嘛 大佬 不是整天啊 有些蓝椎蟲在这里说什么 那些政客啊 整天叫你冲自己 不冲啊 不冲啊 各样 那说啦 我觉得去冲的人是非常之伟大 各样的 那就是他们愿意为香港付出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深爱着这块土地 那这个是出于一种无私的精神的 你想想他们有什么得益呢 收到钱了 你又收了钱了 真是 加下不给你收钱 就这么简单 他说这种呢 跟黑社会收保护费的行为一样哦 喂 加下 我有收你保护费吗 即是我没有要求过你给钱了 大佬 是不是呢 你就继续做你的蓝店了 你觉得你自己人格高尚 品格高尚 情操高尚 很多人会支持你的 那你就继续做 没有人阻止你 那我们做回自己的事 所以有时呢 即快必那套呢 你就要看一看的 至少你不要给位人入 你不给位人入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入你的时候 你不给他入 他就要做多些东西去入你 而他做多些东西都是成本来的嘛 那你已经帮了很多的了 为什么呢 至少你帮到 下他时间先啦 好了 那跟着中联版又说什么呢 就是他之前呢 就公然违反 基本法第22条 彻底撕毁 东英联合声明 那又是基本法如无物 就是那本东西都不知道有没有价值的 啊 是不是当了这个 白了潮黄图的雀头啊 拿来做一索在那打麻雀啊 那跟着又说自己有些什么 潜见出来的监督权 我都说了 除了国防外交 这两样东西之外呢 你是没权过问任何东西 啊那讲清不清晰啊 这个也是邓小平当日 和香港立下的法规 或者是转之旗 转之旗的而已 马照跑舞照跳 这句话 很多人听过啦 是不是 虽然我不相信啦 那结果证明我不相信是对的啦 怎么会那么好死啊 浪漫啦 我中学那时候已经觉得不会那么好死 写得越漂亮的东西呢 就就是 越骗人 梁振英 你骗人 不是我说的啊 唐经年说的啊 你找他算再不关我事 好了那跟着5月2号的时候 他又在那里说的啊 他批评民主派的政客 极力炒作黄色经济圈 那有什么问题呢 请问 合情合理合法和平理性 非暴力 对不对 好了他又说 为了立法会选举里面多骂职位 他这种手法呢 将这些东西整天和利益挂勾 原因就是因为想你对这个政治感到厌恶 就是觉得呢 他们都是为利益 喂 所有人都是为利益的啦 从来 就是经济学的第一条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是为自己利益着想的啊 你说不是哦 他做善事哦 他做善事有人赚的嘛 那种是利益咯 不是哦 他被人骂没钱收都做哦 那那个呢一定是艺术家来的 哼 为什么啊 因为他通过啊 一种自我升华的过程呢 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旁人是不能明白的 啊 社会运动有时都是艺术家所谓的啊 如果不是以前呢 有很多先辈啊 啊 就是他们看到自由民主的可贵啊 喂 后世谋福祉 没有私心这样啊 啊 宿野不断这样批改 那些电报啊 各样啊 就是可能孙中山前辈那样 那今时今日啊 就不会稍为民主了啦 你还见到老佛爷拿着手指背着你咯 对不对啊 外加决定要诸去九族 我本无心 但是他欺人太心 啊 那些了 如果设想当日没有林肯总统呢 啊 也都没有黑奴的解放啊 那我不排除背后都有一些利益瓜葛在后面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黑人的确是自由了啊 对不对 先为万世谋福祉 即是他们呢 是将很多 后世的人呢 的利益背上身 而愿意付出 哇 这种其实我觉得呢 简直是一种慈悲的心肠来的 爱香港 爱自由 爱法治啊 真是 所以又是那句啦 因果犹角 容港自己 那他说 这样做是什么呀 人为制造社会撕裂 逃犯条例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人为制造的 那不择手段滋扰 721什么来的 831什么来的 啊 那些被堕楼被浮丝什么来的 是不是人为制造滋扰啊 那些周围赤黄店 蓝店那些呢 就不走过去赤的 那些什么来的 是不是这个 不择手段滋扰啊 破坏无辜商户 就是这样啦 刚才说了 不复述啦 他说的那些东西自己做了 顶你个快意 好啦 那中联版又发言呢 在这里说说什么呀 譴责极端激进分子 发起违法的罪集 滋扰商铺 还有汽油弹那些 什么昨天 哦 是呀 他说你违法就违法的了 那其实他又坏的 为什么不宣布戒严呢 是不是先 反正你和戒严差不多 那就一了八了 不用烦了 对不对 出街拉了他 如果不是 喂你很飘忽 条线周围移的 就是那些年轻 订了他五个人 就说限聚令 那你想怎样呢 你想脱水而已 我见到 是不是呀 最近抄牌的情况都很严重 所以那句咯 就是大家看着这个荷包 没什么事就不要出街 光顺王店就买外卖 就是不要给他位置 那另外呢 他说滋扰商铺 那我见到那些商铺呢 见到滋扰分子又有即时落集 那他见到什么人呢 就见到那些红色面 绿色衫啊 啊 green object啊 那跟着 又可能有些上司在那里 潜建那些 那至于你说扔汽油弹那些呢 好像有一单 我听到有一单 一单那么大把呢 那还有呢 那有人发起这个活动吗 我想问 好笑了 就是他网上面写到明 五一的时候 那就做这样东西呀 哼 我骗白头 那跟着他又说了 啊 反问哦 香港还有未来吗 没有的了大佬 你公然违反基本法第22条 彻底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完全视基本法为无物 香港还有未来吗 见到你我已经见到没有未来啦 没有未来那怎么办 拜拜啦 那跟着又好笑了 他说 有关民调演示 七成以上的香港市民是反对揽炒 那说 喂 有这个民调的 我都不知道的 他的民调不代表我 都不知道是不是中联版核下的统计机 哇 搞搞搞搞搞 搞错读好些 统计机关 就不是统计机关 统计机关 就是中联版核下的统计机关 是不是啊 去造假这个民调 什么不知所谓 我都没听过有些这样的东西 什么有人反对这个东西吗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听过有个民调是非常赞成的啊 如果你以民调做准的话 民调就叫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 你是一时尊重一时不尊重 那找鬼听你说话啦 有超过八成的市民对未来表示焦虑 我当然焦虑啦 你在这里公然违反基本法第22条 是不是啊 我非常焦虑啊 认为恢复秩序重回正轨 是香港社会主流民意 是不是啊 你先问一下吧 就是恢复秩序 他有关的人士送往纽伦堡战争罪犯处理啊 那这个是主流民意啊 就是他为什么现在陷入两难呢 就很简单 他又很想要这个经济成果啊 非常想香港呢 是继续一只会跑的马 但是同时间他又不想给那些草这只马吃 那些草就是自由民主 就是他呢 就想将香港变成新加坡 就是有那么大力打压 得那么大力打压 那所以其实泛民是没有退路的 就是如果你想着 就是end game的了 今次是 你还想着有得退的话呢 是没得退的 就是帝市是新加坡处理你了 不要玩东西啦 就是这两年间做不到东西的话呢 那就 掉了心水的了 就是你没有那个觉悟呢 你就不要走进去 就这么简单 很难做的啊 这件事 那中联版又说到啊 尖沙咀旺角等商业区冷清场 竟为数十年所未见 那当然啦 他创造了一只数十年所未见的武汉肺炎 那嘛 你问一个人就可以了 到底是上年的反修例运动影响大些呢 还是 你觉得武汉肺炎的影响大些呢 有人选吧 就这么简单 我选武汉肺炎 哇 然后 凝聚几代香港人记忆的珍宝海先方 也都关闭停业了 搞笑哦 不过这个不是中联版说的 香港01 走出来说的 就是他中联版有说的那些东西是开山引好的嘛 那他就说了 黑暴揽炒 是失业潮 关闭潮的罪魁和首 刺马近了 你问一些的士佬 的士佬就是经济的寒鼠表来的 很简单的 你问一下他 反修例的时候 多生意 还是武汉肺炎之后多生意 说完了 已经武汉肺炎之后 是没有这些 任何的士佬活动 各样东西 那你问他 如果给你选 你想回回以前 我是在说反修例的时候 还是中了这东西之后 甚至不封关之后 就是刻意有一个洞 到全世界周围 都是 之后 你想去哪一个时点 OMG 跟着他又说什么 他批评民主派的议员 怎么样 务视从政者应有的品德和良知 原来从政者应有的品德和良知 就好像谭耀宗那样 有人不做就去做太监 那就是 从政者应有的品德和良知 跪在地下 做狗 那就可以了 做丢人 那就可以了 不知所谓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 我记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